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节目中 谢霆锋表示 自己现在很厌倦那种寒风 不是说人家不好 而是男生该有自己一流的荷尔蒙 谢霆锋的此番言论一出 便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表示 谢霆锋说的没错 审美是多云的 但是也不能人人都是彩妆博主 男生图的粉笔女生还多 不过 也有网友表示 这番话也只有谢霆锋敢说 想当年他不仅素颜上台 而且还经常素颜演戏 经常素颜上台酷涩十足 为满十八岁的谢霆锋参演了其第一部电影 扩载至少年鸡豆片 在其中扮演的古扩载形象 让人至今极已留心 在片中 谢霆锋素颜朝天 但还是遮不住他的颜值 去年在综艺中餐厅中 赵薇还爆料谢霆锋演任何戏 出席任何活动都不化妆 这可让观众表示吃惊 素颜都这么帅 真是羡慕不来的 小雨儿与花无缺中 谢霆锋居然是素颜演完整部剧 就连头套都没戴 完全用的自己 头发 穿一张小雨儿与花无缺的剧照 谢霆锋好像话里走出来的 在剧中 谢霆锋也经常饰演一些比较man的角色 无论是逆战中无恶不作的通缉伴万阳 还是是认为城里的邓四弟 无不是荷尔蒙十足 在现实生活中的谢霆锋更是如此 比如他在演唱会上摔吉他 虽然之后他表示自己以后不会乱发脾气了 在感情上 谢霆锋也是敢做敢当 无论是在2000年不顾世人眼光手册公布与王妃的恋情 还是次年前两人在度牵手复合 谢霆锋表现得相当难人 网友热议观点多元 听到谢霆锋这番话 也有网友表示 那个年代的明星 跟现在真的不一样 谢霆锋金城武等人不化妆 也经常公开出镜啊 也帅得不得了啊 现在的男明星为了身心好看 化点妆也很正常 但是有些男明星化那种特别浓的妆 甚至眼影 鼻影 唇彩 美瞳等比女生还要精致就不能接受了 也有网友吃不同观点 表示现在是一个多元的世界 应该包容不同的人 男明星化一些舞台妆还是正常的 对于谢霆锋的这番话 有的网友表示支持 而有的网友表示反对 不过世界因不同而精彩 娱乐圈应该也要百花齐榜 有铁血硬汉就要有萌细小声 你觉得呢 变成 Autumn- 百花人兵地沉测 rigor矯青三高位喜增自序 崇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